第一上市公司财务业务说明会开始 各位嘉宾非常欢迎莉玲玲 由台湾证券交易所主办的第一上市公司财务业务说明会 今日财务业务说明会共有三家公司参与 分别是全宇生计控股有限公司 全宇生计KY 顶炫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顶炫KY 及吉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吉原KY 首先与会的是全宇生计控股有限公司 全宇KY于2011年3月26日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 是一家微生物应用公司 主要营运据点在马来西亚 生产结合有机质 有益微生物与化学原料的生化复合肥料 供应当地大型棕榈树种植企业 近年全宇KY更开发出防治有效抗病虫害之生物 复合肥料产品 并逐步规划拓展海外战略性的生产基地 此外全宇更积极投入农业循环经济 是一间结合了生物科技绿色农业循环经济环保概念 及南向先驱等五大核心优势的企业 接下来为您说明今天的流程 将由公司透过简报说明公司业绩状况及产业前景 简报完毕为意见交流时间 现在为您介绍全宇生计KY今日与会的贵宾 董事长彭世豪先生 财务长石景维女士 投资人关心经理刘欣怡女士 首先欢迎彭董事长上台为我们进行全宇生计KY的财务业务说明 有请彭董事长 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 我是全宇生计董事长彭世豪 接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全宇公司最近的情况 然后随便提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正在做什么 将要做什么 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公司其实是 以运用生物科技 然后目前主要的这个核心平台的运用 是在油中 农业油中方面这边 除了做生物肥料供应给油中这个市场 也做这个生物疫苗 也是用他们的废弃物做成他们的这个疾病的方式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也研发出来把他们大宗的废弃物 运用在更高端的运用 大家待会也会跟大家报告 那之前如果有注意过公司的情况来讲就是我们公司其实在肥料方面 目前比较大宗过去比较大宗都是供应在油中这个行业 那为什么会供应油中的行业 当然油中它够大 然后过去来讲油中它也够赚钱 那当然在去年前年开始去年 去年一直到今年油中一直处于比较低迷的情况 那当然这个油中它的种植面积在马来西亚是最大的 大概占了总农业的75% 然后它的这个运用面是比较广的 那当然油中在马来西亚印尼的种植也遇到它的挑战 正是这个挑战让我们有过去有切入点 现在有切入点 未来也更有切入点 那我们的产品其实因为油中的门槛很高 它的门槛很高 所以一般你去看中国的肥料公司 这个台湾的肥料公司很少说 直接就是有新的产品直接进入到他们市场 当然他们也可以用一些旧型的产品 例如说一般的化学肥料 那我们公司其实在2008年就已经被这个 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油中 油中局认证了我们的产品的优势 那这个我们在20 2010年跟2014年分别又在设了第二个厂跟第三个厂 那我们除了有一些比较有优势的生物安定肥技术以外 当然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做这个研究 怎么样在这个行业中可以跟我们的客户紧密度加强 怎么样这行业度不是单向的只是卖东西给他 未来可以把他的东西拿来做一起赚钱 那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公司在这个行业跟这个市场上面的坚持 那2019年我们也签订了跟这个工业院签订了一个 这个技术 那这个是其实我们也研究蛮久了 合作蛮久了 就是把油中种下去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的油拿出来做 这一块就已经帮助油中在马来西亚的GDP大概百分之十七 十七了就是油这一块 但是油中的树干 油中的叶子 油中的渣 油中的纤维 那是占很大的一块 那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也在积极的在进行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更高端的产品 什么产品我大概在大概跟大家报告 那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过去的这个投资合资架构就是一直环绕的怎么样把跟油中的种植公司绑得更紧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过去我们这个已经跟了沙巴搜附这个有六万公顷 然后这家公司有八万公顷 我们跟他们合资分别设了这个肥料厂在东马 也跟他们设了这个合资公司这个制造用他们的废弃物用他们的多余的能源去做成生物疫苗 那待会大家会看到这个Savi Eco Show 我们已经在今年九月份已经开始量产 也开始开始在这个交货就是把他们的废弃物油中炸完油 裹全部都集中在一个油中厂炸完油之后他们有一些废弃物就是好像泥一样裹泥 那这个东西过去对他们讲是一个痛苦 因为他们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那现在我们直接就也不把它拉到我们的工厂 直接在他的厂房旁边合资 就是把它经过他们的废弃的那个这个热能跟动能电能 然后去做杀菌灭菌然后再更新的这个内生增菌接种 变成是可以预防他们疾病最有效的一个产品 相对来讲也把成本大大降低增加应用面 那这个厂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百分之百他们会自己用回去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复制当中的一个我们的事业体重 所以我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肥料 我们有生物疫苗 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的整个投资的分为三大块 第一块是生物肥料 现在有三个厂 印尼的厂也在进行当中 然后这个印尼的进度待会会跟大家报告 第二个东西就是生物疫苗 我们现在已经签订了七个厂 现在是第一个厂好而已 那后面的这个我也进度我也跟大家报告 第三个东西其实就是做成更高端的 把更大宗的废弃物做成更高端的产品 待会我会跟大家报告 那过去来讲 这个我们其实一直希望好像这个富士康 他运用苹果来做一个平台 他先做代工 然后接下来把苹果所需要的这个机壳 面板等等慢慢慢慢去整合 全宇其实也希望说 因为油中这个行业 在马来西亚印尼它也够大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供应肥料给它 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 把其他周边行业也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方向 非常有这个有构想的这个在做 当然油中的去年开始的价格 会让我们这个油中的客户 产生很大的这个 目前油中的行业的确是比较 虽然现在油中的价格比较提升 的确这个去年是我们遇到最辛苦的一年 到一直到今年都还算是比较辛苦的一年 那这个是我们三个厂 那这个印尼的厂 我们原本是跟我们的一个客户 马来西亚在印尼有油中原的客户合作 那因为这个油中的行业价格跌的时候 有一些种种植公司的资金链 会比较吃紧 所以那个时候的合资 他们原本要投入40%的就暂时没有办法资金投入 那我们后来就在这个案子中 我们就思考怎么样继续的进行 因为印尼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现在我们的情况是 我们把原本总投资额的1600万的投资额 降低到980万美金 其实就是希望说不管他们 他现在只投入大概5%不到 就是原本那个YPGA跟我们合作的 因为他们资金上面比较吃紧 所以我们预计是就是减少投资额 但是我们继续做 那现在还是有这个印尼的我们的客户 在跟我们洽谈还是希望跟我们合作 那你会问我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合资伙伴呢 其实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个这个印尼虽然跟马来西亚同文同种 同作物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在地比较了解的 来减少我们的一些风险 第二个东西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些种植户 可以作为我们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的trade record以外 也希望说原物料方面我们能够有优势来掌控 所以我们不希望只是技术上面有优势 我们更希望在原料方跟市场上都有优势 那刚刚提到的 油中的市场在去年跌跌跌到非常低的情况下 再加上马来西亚的这个变天 我们比我们预计的这个怎么讲 怎么讲有负面的影响 所谓负面影响就是刚才讲价格很低 再加上 所以去年的这个我们有一些大客户 他们的这个整个公司的管理层换掉之后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个之间断掉 是造成我们2019年在接单方面区域非常保守 他们本身用肥也区域非常保守 那怎么样用肥 什么叫用肥保守 过去我们其实这个 这个我们所做的三合一肥料就是 有机化学维生物 它就像做一个油电混合的动力车 那这个是原物料 所以大型的油棕圆在如果经济上面有问题的话 他们可能就把这个比较优质的肥料改成用原物料 用原物料直接来施杀 那这个原物料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进口 我们的进口的价格 可能跟其他的这个肥料公司也大同小异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竞争的 所以它基本上毛利率是非常低的 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在马来西亚印尼 2019年甚至2018年 所有的肥料公司都是亏 2019年所有的肥料公司都是亏钱的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 都希望把手上的货赶快卖掉 所以价格都用很低的 甚至低过它的进口的价格 那我们还是尽量积极的希望能够推 三合一的复合肥料 但是这个我刚刚提到的 有一些客户因为他们的这个 付款天数拉长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把自己这个资金链上面有问题 所以我们那时候接单比较保守 那我们就转为制作一些比较低单价的产品 比较低单价的产品 然后再来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转 像现在的油中的价格比较好了 我们有一些这个比较新的策略 来确保2020年一定会比2019年好 那我们也生产这个四合一的疫苗 就是把肥料里面加入抗病的这个维生物 那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组合来看 的确2018年跟2019年 2018年我们的2019年毛利率整个掉下来 其实就是因为比较有毛利率高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生物复合肥料 它的整个比例掉下来了 很多都是开始在用一些比较低价格的 那当然我们其实也有做准备 也是有做准备 所以我们其实在微生物 光光推卖微生物这一块 还有这个开发一些比较低阶的产品 来跟这个我们的客户共挺时间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块 其实我们比较大块的 其实都是这些关联企业跟大型的企业 大型的命运企业 然后零售商这一块 其实过去我们来讲 一直都是占百分之十几二十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 所以在马来西亚大型的企业跟小型的零售商 跟小型的种植面积 它的比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八成两成左右 那这个像去年欠钱欠比较久的 马来西亚最大的种植公司 那当然今年这个整个价格好转了 它的这个欠款情况都已经完全好转了 所以这个待会我们财务长会跟大家报告 那我们现在的做法 其实今年的做法跟明年的做法 其实就是转 当价格很低的时候 马上会反映到的就是小农 因为小农 一些大农是半年买一次肥料 或者是一年买一次肥料 所以如果是说价格 油中价格转低的时候 那个农民是 就是这个on the sport 买 所以或者是不买的 所以也就是说价格低的时候 第一个不买肥料会是小农 但是价格高的时候 第一个会买肥料的也是小农 因为他们是最快的 所以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 小农几乎百分之百 都是用我们三合一肥料的 因为小农是没办法 他没办法用那个单元肥这样撒 他们比较没有这样的劳动力去做 所以这个我们的策略 其实在2020年还是一样 比较付款方面有问题的 我们会保守接单 就是大型的那些 或者是低毛利率的 我们会选择性的来做 基本上不接那种不赚钱的单 在于其他方面我们会推 推我们的open market open market 因为毛利率比较好 那这个是有关肥料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 肥料方面 这个印尼的厂 现在还是在 我们已经把整个设厂计划 做变更了 所以做变更就是把整个厂重新设计 降低六百万美金的投入 那这样就是我们还是继续 按照继续的进度去进行 那肥料方面 除了这一块以外 我们也积极的开拓非油中市场 肥料这一块它已经是一个 虽然油中的价格 现在是 这个 这两年低迷的情况 造成油中的买肥比较保守 但是肥料这一块还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这个还是有它既定的市场在 那我们除了这以外 我们也是持续的开拓非油中 例如水稻的 那也有一些成绩 待会再跟大家报告 那这个东西就是油中果 油中果我再跟大家提一下 油中果 这一棵树上面扒下来的油中果 榨完这个外面的油 里面就有这个果泥 果肉榨完的果仁 可以拿去做饲料 中间的这个果核 现在是很多国外的工厂 日本的工厂 来把它做成生物活性碳 那当然扒下来的这些东西 它还有很多不同的纤维 有些这一颗一颗果 扒下来之后 它有很多很多的纤维 这些纤维其实目前 过去是拿去燃烧 我相信如果你们看到的话 就有讲印尼啊 常常会有埋害 马来西亚 新加坡整天在complain 就是他们燃烧这个东西 但是随着欧洲现在 抗疫就是这个 这个怎么讲 希望这个油更环保 所以现在也过去这几年来 马来西亚也一直在做这个可 可 sustainable 就是可持续 可持续的这个certification的认证 所以现在他们基本上不让他们烧 但是这些纤维不烧的话 丢到田里面呢 它又会有一个这个问题 那这个也就是油中原 现在多余的一个成本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油中行业的这个 这个是 产量 现在的价格 从去年的1800多块马币 现在已经涨到大概2600块马币 他们的成本大概是1700块左右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又回复非常好的利润了 但是咧 因为去年有一些集团 或者有一些公司没有用肥 或者肥料减少 所以你们也看得到 现在上涨的趋势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东西是这个 产量降低 第二个是他们预计需求量会再增加 因为这个 气候学家 认为预测今年 明年会是 爱尔尼诺现象 就是这样 我们叫圣因现象 所以圣因现象 通常的那个产量也会非常低 好 那这个是供需的这个 情况 蓝色的是产能 那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 2019年 2020年是 产能 跟需求 会有 比较大的那个 这个差别 印尼原本是 中旅游出口大国 但是印尼现在政府 立马把这个 这个国内的生殖柴油 的 用在生殖柴油的这个 一般的柴油上面 添加百分之三十 从过去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现在添加百分之三十 一旦 现在添加百分之三十之后 印尼就没有油可以出口了 就没有油可以出口了 就没有油可以出口了 所以这个造成这个 需求量的增加 那也就是说我们也预计 现在这样高的价格 会维持 会继续的 在2020年维持 有些人觉得 会到 回复到三千块 但是我们保守估计 应该还是会在 2500到2600 我刚才讲他们成本 是1700左右 所以现在这个价格 当然从过去的 三千多块 然后震荡震荡震荡 大概大部分都还是会在 这个 201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跌到 其实跌到两千块以下 那刚刚提到的油中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刚才讲的 它雨量啊 这个不稳定 会造成它的产量 第二个东西就是 他们现在的这些废弃物 如果不烧 丢回去田里面 就会变成病害 就是 这些东西你不烧掉 你把它丢回去田里面 就病害 它病害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叫磷滋病 那个磷滋病的确也是 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那如果大家去关心的话 最近马来西亚的国会 也是一直在探讨 印尼的这个政府 都一直在探讨 这个怎么样能够降低 这个病害的发生 但是你会发觉 虽然我们现在找到了 这个预防疾病的方法 但是 过去两年来 农民 可能连饭都没得吃 他 他不太有诱因去买 抗病的东西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跟客户 直接把他的废弃物 直接用他的动能 然后来生产出来的这个 抗病的疫苗 其实是让他们有用这个 这个产品的最大的诱因 那当然 现在政府也在讨论 是不是要政府介入 因为 如果要农民自己掏钱 买这个东西 可能有点困难 那我刚才提到 得了这个病 就得艾滋病一样 他没有救 所以你必须要在 没得病之前就要试用 所以政府现在也在探讨说 是不是能够把它 拿来变成政府的这个 津贴产品 那如果是一旦 政府变津贴产品的话 那当然讲对我们 会比较有利是因为 我们跟我们的这个 产品是被政府认证 最有预防力的产品 那这个是整个发病的情况 这个我就不多提了 所以刚刚提到的 肥料方面 这个我们除了拓展 拓展继续印尼的新市场 然后拓展非油中以外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这个我们在 疫苗方面 我们也期待 我们这个第一个厂完之后 我们可以继续衔接 第二个厂第三个厂 但是我们原本 原本其实计划 今年要 应该今年就要 启动第二个厂第三个厂 2019年 那为什么2019年的第二个厂第三个厂 没有先启动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厂 原本的产能是4000噸 因为第一个厂的 那个生物疫苗 原本是4000噸的 后来我们把第一个厂的 因为其他旁边的两个油厂 它的这个 这个原物料 它是比较小型的油厂 所以我们决定直接就集中 所以我们其实第一个厂 第二个厂第三个厂 算是结合起来的 那所以我们预计今年 明年的产量 应该要达到 7000到8000噸的 这个生物疫苗 那 当然 我们现在这个厂 也发觉了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这个厂是很 依赖 油中厂的动能 也就是油中厂 如果停下来的话 我们也会停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 重新计划说 第二个厂第三个厂 我们不要用这种 機械式的处理 我们会用 生物式的方法处理 来把废弃物做发酵 所以我们现在第二个厂 第三个厂 我们预计应该要 明年之后才会设置 那最后一点 其实就是新增市场 就是马来西亚的水稻的市场 那这个我们也期待 12月能够有好成绩 因为政府现在也在积极的 看看是不是能够 透过政府的方式 来补助农民 那这个是我们已经做到了 这个马来西亚农科院 已经确定了 我们的产品能够提升 整个水稻的产量 12%到20% 所以现在政府正在进行 是不是能够协助农民来 运用这个肥料 这个是我们的business model 就是把油中原的 刚才提到的 油中原的废弃物 他们都会集中的把 废弃物移到油中厂里面来 那油中厂就会分别有 比较大中的废弃物 一个是果泥 我们直接来把它做成 生物疫苗 然后直接就在周遭运用掉 这个是现在我们跟沙巴合作 合资公司已经做 已经做好的 那现在等着再进一步的增加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空果串 它这个量就非常非常大 这也是疾病最大的来源 那这个是我们 其实第三阶段 我刚才讲我们有三个阶段 生物肥料生物疫苗 然后第三个阶段 就是把它变成功能糖 什么是功能糖 我跟大家再跟大家报告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循环的经济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 其实卖肥料给他们 他们要买单 卖疫苗给他们 他们还要买单 但现在他们就是比较辛苦的时候 所以要他们全部买单 的确是有困难的 那现在的过去这些废弃物 你跟他们要买来 或者他不要 他现在他会跟你讲 我送给你 没关系 但是一旦我们要设厂的时候 你要送我可以 但你要送我30年 他又不愿意了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在最辛苦的时候 我们在跟他讲 这个原料的时候 正好是比较容易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再重复一次 就是过去他可能不愿意签三 那不签给你30年 你也不敢 你也不敢设厂去 把这些废弃物拿来做运用 那这个是现在 我们一直积极的在把 原物料卡位 所以我们透过合资 透过技术 然后我们已经把市场 卡位了 我们现在也希望把原物料 进一步的卡位 这个东西就是在马来西亚 很多的这个油种厂 那刚刚提到了这个 这个废弃物 这个废弃物其实是 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现在的第一个 那个疫苗厂 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现在我们原本是 总共跟他们签的是7个厂 但是因为这两个 后来我们决定把这两个厂 的原物料往这边 因为这两个厂 比较小 所以如果是我们 把它设在这边的话 所以我们原本这边是 4000吨 然后2000 2000的 现在变成是 我们直接就把它整合这边 做到7到8000吨 这个厂 那也就是说 后续我们再设的厂 会是在这里 这里 做这个第二阶段的疫苗厂 这个是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这个废弃物就直接拉过来 然后直接用他们的蒸汽拉过来 所以我们把整个 产品这样 因为在做这个 这个 这个生物制剂 不是只有我们公司 不是只有我们公司 只是其他公司的这个 没有经过 大马洋中纪的认证 也没有 也 这个 这个 预防率 没有我们这么高 再加上一点 他们的成本非常高 他们的成本非常高 我们的成本 就比较低 低的很多 那当然 这个第三阶段 就是希望把我们的 这刚才提到的 把它做成 呃 因为 这些纤维中 目前他们 没有用处 他们只是 把它挤压成燃料棒 然后 这个 燃烧掉 我们其实现在跟工业院合作的时候 已经可以把它里面的 木糖 跟阿拉伯糖 拿出来 那木糖跟阿拉伯糖 其实是世界非常需要的 那我们已经成功的把它萃取出来 那这个现在也在积极的 把我们的前刀厂弄好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第三阶段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这个 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 除了原料有优势 技术有优势以外 现在做木糖醇做最大的都是在中国 这些公司也都 呃 都摇摇欲坠 因为 有几个原因是 他们是用玉米 玉米的这个芯来做原料 所以他们玉米每年一季 种植 所以他们要在全中国去收 所以收这个的费用非常贵 第二个要收他就必须要囤积 所以囤积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东西就是 他们是用这个化学的强酸来融的 所以这个投资成本 环保成本污水成本很高 电力动能水都很高 第四个最后一点是他们用的是 中国的玉米都是基因改良的 所以基改的玉米 基本上现在欧洲也都希望去 Bang他们 所以我想这个会是我们很大的优势在 来把它做成第二代的功能糖 未来我们会再跟大家陆续报告这个糖的进度 我们把这个东西 三个东西都把它整合在一起了之后 我们就不是只是卖肥料给他 不是只是看他们脸色 不是只是掏他们的钱 那我们卖肥料给他 解决他的这个废气物的问题 解决他们病害 最后还跟他们在利润上面分享 因为这些废气物是他们需要花钱去丢的 所以我们叫第二代糖 那我再强调第二代我们会针对的 当然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会萃取出葡萄糖 但是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千期会集中的 会是木糖跟阿拉伯糖 也是木糖醇跟阿拉伯糖 那我想这个当然未来 痊痊还是会把这三块继续的整合 肥料我们不会这个只做由衷方面的 那除了继续在印尼增涉以外 我相信肥料对我们二三项的这个投入也会有帮助 我们二三项的投入对我们肥料的销售也会有帮助 那以上跟各位投资前辈报告 谢谢 我们请我们财务长在财务面方面跟大家报告 各位先进大家午安 那我是把2019年第三季跟前三季的 就是财务营运报告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我们2019年前三季就是 税前损益衰退了77.9%或者是2.8亿 那我们现在第三季呢 单季的税前损益是 较去年就是减少了70%跟0.77亿 那看来 董事长看来有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去年就是在 2019年2018年就是开始有 遇到就是油中产业的那个下跌的趋势嘛 然后直到2019年前三季的时候 就是油中的那个价格 也是排位在马币的1,800到2,000之间 所以在种植园来说 在这个水平上面 他们的那个损益还是持平的价位 所以变成说大家的用肥预算 其实都是在缩减 那缩减的百分比大概就是 30%到50%之间嘛 所以变成说用肥的需求量 市场的价格竞争呢 是我们公司今年面对的挑战 那而且就是种植公司 在油中价格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的订单很多都被选择 改成比较廉价的化肥 所以变成说因为他们主要是要减低 他们减低他们的成本 然后订单以化肥为多的话 就是造成公司毛利率 可以看到说去年我们的毛利率 都差不多在百分之二十二之间 然后相较去年是百分之三十 那在营业费用方面 营业费用主要就是跟 就是海运费就是运输费用有相关 那它是跟营收市出货量是有相关的 管理费用主要就是减少 那差异主要是因为我们就是 员工董事从老费用的提列的差异 那我们在2019年9月的 可以看到说我们的那个 被益器信用损失的提列也有所增加 那看来提到是Felda 其实Felda在2019年其实有陆续的付款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也有其他 还是油中产业的公司 还是有一些面对就是 就是金流上面营的资金的吃紧 所以其实也还有一些客户 还是会遇到一些付款延迟的影响 其他收入我们主要是增加在 就是我们跟一家就是供应商那边 就是Yvonne我们拿取他们的废弃物的补助款 所以这边有比较侵量来说有增加的部分 那至于所得税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就是有加入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经济合作 及发展组织OECD的会员 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就是有遵守所谓的 他们必须遵守所谓GD标准的基础 叫轻蚀利润转移 而Bionessus Status的公司 其实我们都所有的公司都受影响 这样我们在其实我们公司在10年后 免税的享有较低汇率 本来是说20%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公司被就是被告知 就是说因为这个OECD的限制 所以我们需要就是先按照原本的税率的 所得税去申报 所以我们在2019年第三季的时候 有先补就是补任列了马币290万的 2018年的税 那我们在合并资产负债表方面呢 主要的就是就是应收账款跟存货部分 我们就是在出货量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它就会就是比较去年来讲说比较有比较低 那其他流动资产部分的有增加一个3100万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放一个其他金融资产增加 那其实这一块其实也是相对是属于我们放定存 超过3个月的部分 那非流动资产增加的部分主要是我们在 印尼合资公司的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增加 那其他的那个都是转期借款 其他流动负债跟非流动负债 主要是银行借款方面的减少 所以就比较器人来讲说它是属于减少的部分 以上报告完毕 谢谢董事长以及财务长精彩的说明 接下来为意见交流时间 那我们请全语各位贵宾一架至台前QA桌 那请各位贵宾踊跃提问 那请拿到麦克风再发言以利线上收音转播 请问各位投资先进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个如果在这没有问题的话 我想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投资人关系经理 Venisa刘欣怡 那她基地在台北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 可以跟她联系 好有问题是 想请教一下那个关于说欧盟他们禁止中旅游 对整个大马跟那个印尼的影响大概是多少 其实欧盟本身自己用周游用的不多 但是大家都蛮关心欧盟的整个政策 是因为欧盟它是一个指标性的政策 他们担心说如果欧盟这样子 是不是亚洲跟其他的国家 会按照欧盟的模式去 那目前欧盟来讲一年大概用不到一百万吨 用一百万吨左右 所以它用量不是很大 那这一次这个印尼非常果断的把生物柴油 減少了百分之三十 增加百分之三十 其实事实上整个油中油在出口方面 不只是毛油 就是说他们运用面其实是很多其他油不能取代的 价格不能取代 然后运用面不能取代 所以事实上对于有欧盟的这个方向 我们不会 我觉得不会太担心 那反观于就是我们也希望说 因为农民也好种植也好 其实他们都是以利润为主 过去的他们不会 如果没有欧洲人的介入 不会有ISO 不会有RSPO 不会有这些人的这个 所以我觉得我们反而是比较乐意见到说 这个这些大型的企业跟种植人慢慢慢慢的对于农业的种植跟那个绿色的运用 这其实是对我们会比较 我们反而是乐观启程 就是说制度化在RSPO的运用 就是他们讲的那个永续经营这一块 那事实上前一阵子有那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现任首相 像有些时候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关系 印度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可以比较注意 如果是马来西亚跟中国关系不好 印度的关系不好 反而会影响棕油的价格 因为中国跟印度 其实还是用油比较大的国家 谢谢 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好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有看那个棕榈树的那个生产周期 它可能就是25年之后这个树就没有用了 对不对 对 然后关于那个马来西亚的部分 它现在的产量看起来是已经开始在慢慢的递减了 因为它毕竟它的树都在2000年左右种了 然后像是印尼的话 它什么时候开始会呈现这个反转的现象 其实油中油他们都不会一次性的翻种 不一次性的那个 其实现在油中油通常他们25年 比如说假设我有25万公顷 我应该怎么讲 每年通常他们都会用5%的速率去翻种的 就是5% 就是譬如说我有1万公顷 我就今年我就会500% 就是5%的这样一直种 然后25年就一个巡回 那至于说现在的棕油的这个下降 其实最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东西是这个肥料 肥料他们的就是这两年价格不好的时候 他们有些肥料递减用少了 第二个东西就是这个我刚才讲气候 气候也会影响 那印尼方面现在跟马来西亚都已经不再 暂时不再让人家开发新的油中的种植面积 也就是说马来西亚的560万公顷 跟印尼的大概1400万公顷左右 目前会继续停留在这边 那现在反而在增加的种植会是在非洲 跟阿布亚新几内亚 那印尼刚才提到的 会不会什么时候也会开始 因为过去的印尼的这个产量都是往上升 但是印尼的这个 磷子病也是跟马来西亚相对的严重的 如果这个磷子病的这个都没有 政府没有及时的介入 那我们也预计印尼应该是在 十年之内它的产量也就开始会往下掉 谢谢 董事长请教一下 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工营院的那个前导厂 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就是预计的事件 还有大概投资的金额这样子 我们前导厂现在我们预计是今年应该是十二月到马来西亚 然后安装应该是七月会完成 那投资的金额现在前导厂的金额大概是四千万左右 还有总金额代币 对 那我们在这个前导厂就是在帮我们做这个 commercial plan的做铺路 就是做commercial plan 我们的这个大厂的铺路 预计是今年七月完成 七月前导厂完成 是 可以讲一下跟葡萄王合作的这方面的资讯吗 葡萄王其实跟我们一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做微生物 它做的是人吃的真菌 我们吃的是我们做的是植物用的真菌 或者植物用的细菌 那为什么会合作其实就 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把植物吃的往人这边来走 然后所以但是东南亚我们有很好的优势 就是我们在地方上啊在通路上 但是毕竟东南亚吃健康保健食品的习惯跟台湾不一定一样 那所以我们这个首先先用这个葡萄王产品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配方方面的改变 那我们已经跟应该前一阵子应该有看到 我们跟马来西亚其中两家最大家的通路商 一家叫做Apro Apro是专门那个处方药的 就是你去看医生完就是去他的地方买药的 那这家公司比较特别是他有 他每一个优势每一家店里面都有营养师 跟不只是药剂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健康医疗师 所以他人进去的时候他会帮你看你的三高啊 血脂啊等等啊然后给你建议健康食品 所以这个我们预计这个今年会有 2020年会有 各十百千万千万台币的这个营兽 那当然我们不会只是就是这样买跟卖而已 我们这是第一步 我们会知道它的需要市场的需要 接下来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当地生产制造 这个在东南亚自己生产制造 因为这个有牵涉到 其实台湾现在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台湾没有GMP 然后台湾的哈拉认证比较不被认同 然后我们究竟未来也可以在东南亚那边 制造一些东斜这个可以吃的这个保险食品 最后一点刚才提到我们做功能糖 我想多花一点点时间 什么功能糖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木糖醇 你知道木糖醇的功能是什么 木糖醇就是我们口香糖里面有嘛 对不对就是你吃的时候 那个美国压医师协会证明了 它可以减少余脂 因为它会杀你的口腔的那个冰菌 第二个东西它的热量少 所以它吃了它是糖醇类的 所以它不需要胰岛素来 不需要胰岛素来 一刚开始不会让你的血糖有变化 但是木糖醇其实这个市场上你很难买到 那因为现在很贵 然后什么叫阿拉伯糖 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健康美女 在做那个减肥产品 她吃了东西吃了之后她就说 你其他吃的东西就不会被吸收了 其他的淀粉不会 这就是阿拉伯糖 阿拉伯糖它很好吃起来很好吃 但吃了它之后呢 你吃其他淀粉就不会被吸收了 但是这个糖非常贵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透过我们的整个资源 整合技术运用弄出来之后 这个糖我们可以B to C的去做 所以透过我们现在布局的通路 把我们的原料 把我们的技术 把我们市场上B to C的需要 整个连结在一起 肥料也卖给她了 废气物也解决了 然后把它废气物变成很多的钱 再跟她一起分享 我们由衷这一块的局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希望能做B to C 因为B to C的钱利润会比较高 好不好 谢谢 董事长 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刚才你在那个presentation 所以我提到说2020年 会比2019年好 那这个好是很好还是好 普通好 那有没有几个checkpoint 我们可以去追踪 比如说如果这个点达到的话 下一个点我们可以去追踪 你是从普通好变更好 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子对投资比较有机可寻 谢谢 好 这个其实 2019年其实我们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不好 然后对于这个肥料业来讲 我们跟肥料业来讲 人家是亏大钱 我们还小赚 那刚才讲的 2020年我们还是比较保守 2020年还是比较好 我觉得只是从这个非常不好变成小好 比较小好 比较小好 然后这个 但是这个小好要怎么来 这个小好就是透过我们刚才提到的 从 针对大圆丘 然后针对邮中开始我们的一些转型 那现在应该12月份之后 整个怎么讲 接单会更加的明朗 那怎么样去看它 只要邮中的价值能保持 跟这个我们12月份 只要是公开的一些资讯 12月份会有一些公开的资讯 因为政府刚才提到的 他看到我们把他水到财量提高了 新的政府被骂的 这个被骂的一塌糊涂 所以他们现在如果 新的政府如果真的把我们产品 一旦公开了那个的话 一旦有这个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 那如果是用在水到方面的话 那个只是微生物的运用 所以毛利率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可以 大家可以在12月的时候 来看我们的这个公开的资讯 大家就可以 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我不是学生物的 可是可以给你请教一下 因为你刚刚一直提到 这个磷子病的问题 蛮严重的 那这个圈以生机已经有这个疫苗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其他竞争者也有这个疫苗 然后政府有没有可能 就是当地的政府有没有可能 采购 那这项产品对于公司的毛利 的贡献度是怎么样 给你请教一下 谢谢 好 这个疫苗其实 我们首先 我们现在手上有几种不同的疫苗 一个疫苗是跟马来西亚政府合作 开发出来的 所以这个 目前就是讲到最有 这个防御率最高的 然后现在毛利率大概有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 但是这个量还不大 不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没有病的人他不想花钱 有病的人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那至于说有没有人做 有 也有别人在做 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优势是其实我们有被认证以外 然后目前在做微生物方面 因为市场上 马来西亚跟印尼他们比较不一样 是他们不会去听小道消息来买东西 他比较希望说在这个产品的 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商与上面 设备方面等等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优势以外 我们现在还用非一般模式 就像讲我们用合作的模式跟油中原 他们有大量的病 他们有大量的病害 他们必须要 他们翻中的时候就必须要用 我们直接就是用合作的方式 用他的肺汽油 用他的肺多余的动能 做出来让他自己用回去 所以这个其实现在是成功模式 但是有在follow我们的 的确看到我们 跟我们当初预计的 我们原本是今年的第一季就要做了 就要开始量产 一直拖到第三季 是因为当然这个 怎么讲 在东南亚的确有些 不可预测的东西比较多 那我们还是会继续的用这种方法 就是用这种途径来降低成本 然后我们的商与方面 我们的成本方面 我们的认证方面 跟我们的预防率高来跟市场做区隔 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场说明会到此结束 谢谢全语生计KY 谢谢各位贵宾 全语生计KY的财务业务说明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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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